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雄奔厂日前正式开幕,其建设请来路导建设作为工程总承包商,一动工就快速招聘到接近7000名的工人。 负责招工的兵库县公司Now Plus资深常务董事Kazuhisa Masuda说,在外面拿3万日元的工作,在台积电工地通常能拿到5万日元。 分析指出,过去5年日元大幅贬值,与全球标准相比,日本工资偏低。 据ARRIE经济研究所数据,日本建筑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约2000日元,约13美元,而亚利桑那州平均工资为每小时24美元。 同时,日本工会也比美国工会更有弹性,能够日夜不停地施工。 巨洋艇居民把雄奔厂工地称为不业城。 惊天战争,Chip Wall艺术作者米勒·Chris Miller认为,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与雄本建厂之间的待遇对比,差异非常明显。 日本政府虽然声量不大,但可能比美国和欧洲更支持台积电。 比如,台积电雄本第一座晶圆厂建成之前,日本经济产业省就同意为该晶圆厂补贴一般的费用。 以全球标准来看,这笔补贴可谓是十分的慷慨。 Rodium Group智库主任Riva Guzang表示,日本经济产业省一直在反思过去的错误,以及如何改进做得更好。 这是日本在其之所,台积电雄本厂建厂过程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 半导体业者指出,台积电将成为日本重振半导体产业,扮演关键角色。 台积电可能催化日本半导体业,产生质变,增加委外订单,从过去整合原件制造IDM模式,逐步走向专业分工。 受益于台积电雄本新厂,将带来产业链群聚,以及庞大人流和商机的预期。 日本各界预计,雄本地区未来十年,预计将产生6.9兆至10万日元的经济效益。 市场研究机构吉邦科技指出,日本在半导体上游材料、气体和设备领域具有优势。 比如,TEL、JSR、SCREEN、SOMCO和SHIN-ISU都具有寡占或龙头地位。 这也是台积电积极在建厂的关键。 此外,台积电已在资程县设立3DIC研发中心。 因此,规划在日本建立先进封装厂,建立在日本从前段制造厂至后段封测厂的完整布局。 JASM社长库田佑依去年12月中旬就曾表示,台积电雄本晶圆厂除台积电原有供应商之外, 还将新增与120家日企进行交易,致力将日本当地采购比重按阶段提高。 目标在2030年从目前的25%提升至60%。 美通社消息,Analog Devices公司,即ADI宣布, 已与全球领先的专用半导体代工厂台积电达成协议。 由台积电在日本雄本县的控股制造此公司, 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JASM提供长期晶片产能供应。 基于ADI与台积电30多年的合作关系, 此次达成的协议为ADI扩大先进制程节点的产能,提供了更多选择, 以更好的满足ADI业务中关键平台的需求, 包括无线W、BMS和多媒体串行链路GMSL应用。 双方的共同努力进一步巩固了ADI强韧的混合制造网络, 有助于降低外部因素影响,快速扩大产能和规模, 以满足客户需求。 ADI全球营运与技术执行副总裁BVACJAM表示, 他们的混合制造网络有助于为客户提供竞争优势。 通过与台积电合作,他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富任性的供应链, 更快速地响应客户需求及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 并将投资重点放在能够造福社会和地球的创新型制造解决方案上。 台积电北美业务拓展执行副总裁Sajid Delo表示, 台积电致力于帮助客户,满足其长期产能需求。 他们很高兴能够扩大与ADI的持续合作, 通过强劲的制造能力,实现坚定而充满活力的半导体创新之旅。 在台积电雄本第一座晶圆厂正式建成启用的同时, 台积电LinkedIn最新动态也显示,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座晶圆厂封顶建筑物的主体结构完工, 意味着该厂建设计划中最后一根钢梁已升到位。 台积电分享的一组影像中, 也展示出工人正安装一个最后的结构件, 上面并印有Topping Out封顶字样。 资料显示, 在美中科技站与国际地缘冲突升温背景下, 台积电于2020年5月中旬率先宣布, 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新厂。 该案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 于2021年4月动工。 2022年12月, 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一期项目, 召开首批机台进场典礼, 计划2024年开始投产4奈米制成。 同时, 台积电宣布启动二期工程, 预计于2026年开始生产300米制成技术。 两期工程总投资金额积增至400亿美元。 但随后台积电亚利桑那晶圆厂在建设过程中, 因涉及美国政府补贴政策、 城等问题、 缺乏高技能工人等因素, 工程进度开始落后原先计划, 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去年7月, 台积电宣布, 其亚利桑那州的4奈米晶圆厂的量产计划将由2024年, 延后至2025年。 今年年初, 台积电又将其美国亚利桑那州3奈米晶圆厂量产时间由2026年, 推迟到了2027年或2028年。 台积电在最新的LinkedIn贴文中表示, 最近实现了第二座晶圆厂辅助建筑的最高里程碑, 该建筑将为第二座晶圆厂无尘室提供必要的公用设施基础设施。 台积电也继续取得重大进展, 完成其第一座晶圆厂Five 21, 该晶圆厂有望于2025年上半年开始生产。 另外, 台积电还谈结了未来生产前景, 表示一旦投入营业后, 亚利桑那州的两座晶圆厂将制造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直接创造4500个高科技高工资的工作机会, 并使其客户在高效能运算和AI时代的领导地位持续数十年。 当然, 日本各地方政府也没闲着, 他们正在争取尚未定案的台积电第三座晶圆厂。 目前, 传出除雄本县外, 九州的福岗县和关西大阪地区都是可能出现的地点, 因仍是初期规划阶段存在变数。 预计台积电日本第三座晶圆厂目前暂时规划以6奈米及7奈米制程为主。 不过, 未来随着台积电制程技术推进到2奈米或1.4奈米, 日本第三座厂不排除采用5奈米或3奈米制程。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